或者团队成员都不会跟蔡英文会面 蔡英文当地星期六早上9点多 过境美国休斯顿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接机 当他来到入住的酒店那时 被大批僑民包围欢迎 蔡英文挥手回应 在不够28个小时的短暂停留 蔡英文会参观美术馆 癌症医学中心 出席桥民活动 行情非常紧密 蔡英文离开酒店那时 对记者提问会不会会误 特朗普团队成员 他就掩住嘴不回应 美联社就引述美国后任总统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成员消息 说特朗普本人或者团队成员 都不会跟蔡英文会面 总统府发言人就说 蔡英文乘坐专机期间 主要跟幕僚讨论行程广告 以及退休金改革 在大约13个小时的行程中 他几乎没有休息 蔡英文乘坐长永专机启程那时 台湾军方派出4架F-16战机护航 他说感谢军方人员 伴随护航 寄予他们要继续守护台湾 蔡英文此行 就会到访红都拉斯 尼加拉瓜 毅地马拉和撒尔雅多 并且跟当地领导人会谈 他在回程那时会过境美国三藩市 在西非岛国中段邦交的阴霾下 蔡英文启程前往中美洲四国访问 是他就任后第二次外访 他强调会秉持踏实态度 互惠互作的原则推动外交工作 不过总统负责说 蔡英文和尼加拉瓜总统会面 仍然安排着 行程表多处留白 引起外界叉叉两地邦交是不是不稳 北京当局曾经要求美国 不要让蔡英文过境 据报解放军航母辽宁艦 会在南海完成跨海区训练之后 洗净台湾海峡回航 台湾军方说已经做好准备应对 母线电视记者朱绍林报道